佛誕日御佛也期望众生都能够获得清静和解脱 高雄佛教联社于5月3日举办御佛法会 物缘法师开示 在佛誕日御佛可以让众生得到清静 使众生能够解脱 今天是高雄有高年生 四个车被幼佛 这有份是将摄下母离佛出世 和这段的预言经过两千六百多年 这个中间的每一年 我们的佛教堂都有起行来庆祝摄下母离佛的圣诞 就是说祂的生日这一天来洗粉 来使我们众生可以在这儿清静 在这儿解脱 所以五金冠木如如来 就是说我们众生 这个孤独是用真孤独 不可以用加孤独 用清静心 相落孤独的孤独 以这个筋力 以这个分别 这个心 就是加孤独 以这个筋心 以这个 照给孤独解空的这个心 这个空心 没有这些筋力 这样就可以 制度我们的筋心 我们的筋心 要洗得清晰 可以去建立那个空心 那才是真正的洗粉 如果以这一般来说 说佛祖 清静 那还可以让它洗 所以我们来自家 非公翻角 来看自己自家的本性 那才是一个洗粉 这样自己 建立自家 就可以影响到 台湘 影响到社会 影响到世界 大家都在这儿清静 这样我们的社会的意义 是重点 在我们自己的筋心 要展现出来 要洗得清晰 不能接触 不能去分别 这样就是我们社会的意义 透过育佛 看到自己的本性 并启迪得精进 进而影响 乃至于全世界 十方新闻 洪惠如邓政博 高雄采访报导 在这儿清静 我们的讨厌 有点 然后在这儿清静